主料,面包粉190克,紫薯粉13克,牛奶140克,黄油20克,棉白汤20克,辅料,酵母3克,地瓜泥250克,蜂蜜1汤匙,淡奶油1汤匙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先准备好材料。 除了黄油和酵母之外,把面包粉和紫薯粉装入奶中,添入牛奶和成面团,净放半小时,把地瓜蒸熟,取300克压成泥,加入蜂蜜,和在奶油拌匀,放入面包机中,加入酵母,启动和面程式。 第一个和面结束,加入黄油,再次搅拌至扩展阶段,把面团进行第一次发酵,面团发酵至两倍大,取出排气,滚圆后,静放10分钟,再次排气,分六等分,滚圆。 取一根小面团,扁压,放上地瓜线,收口,小心搓成地瓜样子,全部做好放烤盘上,用筷子沾上高粉,扎上小眼,入烤箱进行二次发酵,发酵至约1.5倍大,约40分钟。 烤箱预热180度,上下火,烤20分钟,烤好的面包,配上鸡蛋,豆浆或牛奶,剩女果或水果,美味的早餐,烹饪技巧。 一,面包机如揉不出膜,可拿出来再揉数分钟。 二,面包机发酵时,再捅口盖上保鲜膜或湿布。 三,如果用紫薯泥,牛奶要减量,慢慢添加味柔软适中的面团。 四,烤箱温度,以自家烤箱为准。 五,面包机为百碎PE8020A,微客款,每个面程序为15分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